那天我在宿舍午睡时,50多岁的老板借着醉意,用宿舍的备用钥匙闯了进来,强行把我压在身下,侵犯了我。 完事后,他哭得泣不成声,不停地说全怪自己喝多了,他真的很爱我。 在极度崩溃中,我拿起剪刀将它吓退,随即躲进了厕所并锁上门,拨打了报警电话。 然而,还没等警察来到,老板娘就带着人强行破门而入。 她一冲进来,就扯住我的头发,猛地伤了我好几个耳光,边打边气得大骂,为什么要报警,你害死人了,我女儿在高考啊。 我像拖把一样被她揪着头发,在地上拖行,她力气很大,我感觉我的头皮都快被扯破了。 除了她,来的人还有经理和她的女儿,但老板自己却不在场。 我痛得想叫,然而我还没惨叫出声,老板娘就表现得比我还要激动。 她哭喊叫骂,你把我家孩子害死了,你让她怎么专心考试啊。 小千金站在我们旁边,一直抹着眼泪,经理赶紧走上来,拍着老板娘的肩膀安慰说,表姐,你们别哭了,我看着也好心疼,我知道你为孩子付出了多少,警察还没到,我们来得及。 老板娘擦着眼泪,忽然打开包,从包里拿出了一堆现金,还有一粒避孕药。 她满脸厌恶,就好像未畜生一样,将避孕药塞进了我的嘴里,然后又愤怒地把钱砸在了我的脸上,对我怒吼,够了吧,马上撤案。 我脸上火辣辣的,说不清是被她耳光扇的,还是被钱砸的。 我呆呆地抬头看着老板娘,十万块钱,让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,对我做那种事,在他们眼里,这就是我尊严的价钱。 老板娘还以为自己把事情解决了,她抱着小千金的脑袋,哭着说,宝贝别难过了,去吃点东西,先备占下一场考试。 小千金委屈地说,妈妈,我吃不下,我怕爸爸出事。 老板娘心疼地说,委屈你了,这么小的年纪,什么都让你扛着。 小千金擦去眼泪,忽然转头对我说,谢谢你,在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候,你亲手毁了我的爸爸,我祝你不得好死。 她犹如受了天大的委屈,转头跑了出去,老板娘恶狠瞪了我一眼,赶紧去追小千金了。 经理也是擦去眼泪,她转头和我说,睡一觉就拿了十万块钱,现在你高兴了吗? 在你兴奋的时候,我想问一下你的良心会不会痛,你知不知道老板娘为了照顾孩子,到底有多辛苦。 我傻愣住了,我说,你觉得是我没良心吗? 经理问,难道你觉得你有良心吗?告诉你,大家已经知道了,每个同事现在都很讨厌你,我真的不明白小孩做错了什么。 我问,大家讨厌我什么? 经理冷冷地说,你明明知道今天是高考的日子,你敢说你报警前没考虑过吗? 我说,就因为小孩高考,我就不能报警了吗? 经理叹了口气,你真的搞不懂状况,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支持老板,但明明可以私底下解决,你却把战火烧到了老板娘和孩子身上,她有什么错,她只是个无助的母亲啊。 就在这时,老板娘忽然在外面敲了敲门,说,警察到了。 经理一把扯起我,冷冷地说,你惹的祸,你负责把警察打发走,公司不会借此开除你,但说实话,你自己找个时间离职吧,我们不欢迎道德败坏的人,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,都不会在高考日毁了孩子的父亲。 我被扯出了宿舍,宿舍门口,警察,老板娘和小千金,都在这里。 小千金已经哭红了眼睛,老板娘还在摸着她的头安慰她,别哭了,马上就没事了。 警察拿着记事本,问我,是你报的警吗? 我点头,对。 经理赶紧说,都是误会,已经解释清楚了。 警察皱着眉说,你别讲话,让报案人说话,是真的误会了,还是被欺负了。 我沉默几秒,最后说,我被欺负了。 刹那间,老板娘和小千金愣住了。 我指着老板娘,擦着眼泪说,还有她,刚才她打我,应该把她也抓起来。 警察紧皱着眉,小千金急了,她急忙冲上来,狠狠抓住了我的衣服,激动地说,你收了钱的呀,你收了我妈十万块钱啊。 我说,想我原谅你爸妈是吗? 她激动地说,难道你不该原谅吗?一个臭打工的,你拿了十万块钱啊。 我拿起钱,就犹如刚才老板娘把钱砸在我脸上一样,我把钱也狠狠砸在了小千金的脸上。 我说,我给你十万块,你怎么不和你爸表演一下? 我撕烂你的嘴,老板娘气疯了,冲上来扯我,对我大吼,你跟我孩子说什么呢,你这贱人。 我连忙指着老板娘,对警察说,看到了吗,她刚才就是这样动手打我的。 警察点点头,忽然笑了,我看了一愣,她为什么要笑? 我本能有了不好的预感,而这所谓的警察立即摆出讨好的脸色,对老板娘说, 姐,多亏我今天离这不远,及时给你帮上忙了。 老板娘狠狠抓着我的头发,她冷声说,你真以为她是警察呀? 我一听说出事,马上就叫她赶过来了,我就想试试你这贱人拿的钱会不会听话, 还真给我是出来了。 我激动地说,你们怎么敢冒充警察,这是犯法的。 这人满不在乎地说,我三天两同冒充,你只管报警,我不怕告诉你, 偷穿警服罚款一千,拘留十天,解给我一万块,我要干多久的工作才能挣一万。 在这一刻,我内心是绝望的,我终于明白,为什么社会上有人愿意犯罪。 当犯罪成本明显低于犯罪收益的时候,就会出现这样的人渣。 老板娘将我拖回了宿舍,她冷冷地说,看来刚才给你的教训还不够。 这冒充警察的急忙说,姐,那我先走了,后面的事情我就不参与了,不然一万块不够。 老板娘点头说,你走吧。 我被拖进了宿舍,我大喊着救命,老板娘却关上了门,冷笑着说,别喊了,没用的, 别忘了这是谁的公司,我让员工们都出去了。 我尝试喊了好几声,可就是没有人来敲门,老板娘对经理说,你去安排一下,别让警察立案。 经理点点头,好,我来搞定。 她急匆匆走出了宿舍,而小千金已经迫不及待地抬起手,狠狠一巴掌扇在了我的脸上。 木马,你刚才不是很狂吗?你刚才不是拿钱砸我吗? 她一提这事,老板娘立马气疯了,对着我连伤了好几下,贱人,我都舍不得打我的孩子,你有什么资格打。 小千金掐着我的脸,一口口水吐在了我的脸上。 她整理了一下打乱的刘海,恶狠狠地说,我们给过你机会了,是你自找的,你这自私的贱货,你为什么非要毁了我的前途。 我喘着气,忍痛问她,我到底毁了你什么前途。 她激动地说,你有两条罪,第一,我爸是犯错了,但她是我爸,你想害我爸就不行。 第二,如果她真被抓了,那我就不能考工了,我寒窗苦读这么多年,为什么不考虑我的感受,为什么要害了我的前途。 小千金越说越激动,再次扇了我一耳光。 我虚弱地看着她,楠楠说,你这种人,也配考工吗?如果我眼睁睁让你考进去,真是社会的悲哀。 小千金怒吼,你说什么? 老板娘不耐烦地说,你别跟她讲道理了,她本来就知道你今天高考,但她还是报警了,你觉得她是为什么? 小千金问,为什么?老板娘说,因为方便她做地起价,她嫌十万块不够,她想狮子大开口。 小千金倒吸一口凉气,她呢喃地说,十万块都喂不保她,穷人的世界充满了肮脏的算计,难怪一辈子是穷人,妈,我们该拿她怎么办。 老板娘冷冷地说,你别担心,妈不会让你的前途被任何人威胁。 就在这时,经理回来了,她一进来就说,表姐,我都安排好了。 老板娘问,确定不会有问题吧? 经理说,不会,姐夫当时吓得躲在门口偷听,一句没漏,她只说了地址,没说自己是谁,而且她报警用的是公司跑业务的手机, 我找了个声音和她很像的,到时候就冒充她报的警,和姐夫打配合。 老板娘冷笑,那就没问题了,乖女儿,你先去吃饭,别饿着肚子考试。 小千金咬牙切齿地问,妈,你真能搞定吗? 别担心,我一定能。 小千金这才扁点头,她指着我,饿毒地说,一个臭打工的,别逼急了我们,你惹不起。 她出了宿舍,还不忘关好门,老板娘掐着我的脸说,真把自己当金丝去了是吧,趁着我女儿高考,你闹这么大阵仗,我知道你是想额一笔大的,但是你惹错人了。 我崩溃地说,我只是想讨个公道。 经理摇头说,你撒谎,在乎公道的人,不会在高考日的时候,抓走一个孩子的父亲。 老板娘恩了一声,说得对,由此可见你没有良心,你只是被睡了一次,都是女人,你装什么白莲花,我女儿要是考试发挥不好,被耽搁的可是一辈子。 我怒吼,你们到底想干什么,难道要杀了我吗? 老板娘说,不用杀了你,你会死于工伤,你在车间巡视的时候,不小心卷进了机械设备里,我会赔偿你家里一大笔钱。 经理冷笑道,同事们会帮你打卡,大家会证明你有上班。 她拍了拍手,顿时有一个大妈走进了宿舍。 这同事不对劲,我是市场部的,可这同事分明就是车间里的大妈,平时根本没和我打过交道。 一见到我,这同事立即苦口婆心地劝说,小孩子高考,你乱报警干什么,想害人一辈子吗? 而且在一个孩子面前,说他爸爸侵犯了自己,你有没有良心啊? 大妈对我口诛笔伐,就如同经理刚才说的一样,他们站在道德高地,担忧着孩子的一生,每个人对我都厌恶透了。 老板娘冷笑,她会帮你打卡,会证明你来上班了,所以我再给你个机会,要么你死于工伤,要么拿钱和解,我们给你送好吃的好喝的, 你舒舒服服,在房间里待15天,工资照算,直到你身上查不出证据。 我开始觉得,这个世界好陌生,我知道大妈一定收了老板家里的好处,我知道这个世界不是那么公平。 可当这种黑暗真的摆在我面前,我快要窒息,我激动地说,你们在撒谎,你们每个人都抛弃了良心在撒谎。 老板娘冷冷地说,对付你没有良心的人,就该用没有良心的方式,你自己考虑清楚吧,先把他绑起来。 大妈偷偷看了经理一眼,有些担心地问,真的不会被警察查出来吧。 经理说,别担心,我明天就找个借口说设备升级,把监控给拆了,会做得很干净的,你说你儿子病了,想跟公司借钱,你也希望你儿子的手术费能凑够吧。 大妈咬咬牙,马上开始帮忙,把我绑起来。 我双手双脚都被他们用不条绑住,生怕在我身上留下痕迹。 老板娘冷笑说,绑紧了,我去看看警察走了没。 经理连忙说,表姐,那边口供都对好了,就说是姐夫的情人闹矛盾了,你过去大哭闹一场,反正那女的愿意说自己假报警,进去蹲几天,你到时候哭狠点,别让警察看穿了。 老板娘怒骂,我是真的想哭,在女儿高考做出这种事,要不是担心女儿前途,我恨不得她去死。 他们两个离开了房间,只剩下我和大妈。 我崩溃地说,阿姨,你就放我走吧,你也是有孩子的人,你怎么忍心做这种事啊? 大妈摇头说,我跟你不一样。 我说,哪里不一样? 他瞥了我一眼,冷冷地说,小孩子高考,多重要的大事啊,你不就是睡一次嘛,给十万块都不同意,你当你是金鸡啊。 我哭着问,我哪里得罪过你吗? 他生气地说,我儿子十万块医疗费,我到处求人,给多少人下跪都借不来,你轻轻松松赚十万块,还好意思装正经,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。 就在这时,小千金嚼着口香糖进了房间,他嬉戏一笑,说得好。 他来到我的面前,乐悠悠地说,我要去参加考试了,哎呀,你怎么哭了? 我流着眼泪,死死地看着他,我的心里充满了恨意。 小千金说,你知道臭打工的和当老板的,差距在哪里吗? 差距就是,如果我们改变不了臭打工的,那我们可以花钱改变世界。 我一言不发,他又捂着嘴笑,你说说你,一开始拿钱撕了多好,非要把自己闹到这个地步,你为什么不笑呀? 你是天生不爱笑吗? 小千金凑近了我,笑容逐渐凝固,脸色渐渐变冷。 他说,我要去高考了,我会先考个好大学,然后我再去考工,我的人生未来可期。 而你也学会了一个道理,不要去招惹和你阶级不同的人,我家钱多得可以埋了你。 你说,我霸上了你是吗?那你也就是一只鸡,而且还是因为做死,拿不到钱的鸡。 我咬着牙说,你说得对,不要去招惹和你阶级不同的人,我没有钱。 他摇头晃脑,你明白了就好,以后夹起尾巴好好做人,哦不,好好做鸡。 我张着嘴,很轻很轻地说了几个字。 他没听清,就凑近我问,你说什么? 我又开口说话,但是声音依然很轻很轻。 小千金冰冷地说,你最好不是在骂我。 他耳朵凑近我的嘴,想听清我到底在讲什么,而我突然扑向前,一口咬住了他的耳朵。 我紧咬着牙,怒吼说,我只有穷命一条。 耳边的怒吼和撕咬的剧痛,让小千金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,我用尽全力一扯,把他的耳朵撕了下来。 小千金捂着断了耳朵的伤口,他倒在地上,痛得满地打滚,大哭,救命,妈妈,救我。 那大妈吓坏了,她赶紧爬起身,跌跌撞撞地往外跑,口中还大喊,老板娘,你快来啊。 我吐掉小千金的耳朵,喘着气说,我完全玩不过你,那我就跟你玩命,你这种贱人,你考工不叫未来可欺,那叫危害社会。 小千金看着自己的耳朵掉在地上,他大哭起来,从外面喊,妈妈,你快救我呀,妈妈。 他想拿回自己的耳朵,我却一脚踩在了耳朵上。 小千金气疯了,从自己的书袋里掏出圆规,狠狠扎在了我的腿上。 一下,两下,三下,圆规不停扎在我的腿上,我只觉得好痛好痛。 我强忍得痛,就是不肯抬腿,他使劲扎着我的腿,对我哭着说,把你的臭脚挪开,不然我杀了你。 小千金太激动了,他甚至趴在我的身上,拿起圆规不停地扎。 这女人脑子里只有疯狂,为了弄死我,他根本顾不上自己的安危。 可他离我越近,他自己就越危险,趁着他在扎我的腿,我狠狠把头撞在了他的脸上。 我成功撞中了他的鼻子,小千金捂住鼻子,鲜血从指缝里不断流出来。 他痛苦地叫着,忽然往地上挖挖吐,竟然吐出了一大口血。 估计我把他的鼻梁骨给撞断了,所以鼻腔里的血太多,都从呼吸道直接咽下去,他承受不了这么大的血腥味,全都呕了出来。 他睁大眼睛,呆呆地看着地上的血,气得全身都在发抖。 小千金哭着说,你死定了,我要让我妈杀了你,我要把你丢进流水线里,我要用机器把你卷成烂泥。 我相信,小千金肯定是从小就被惯坏了,在他的世界观里,似乎以为只有他能伤害别人,而别人不能伤害他。 我哪里会放过他,鼻子可是人的弱点,趁着他摇摇晃晃,有点神志不清,我再次扑上去,压在了他的身上,一次又一次,用我的头狠狠去撞他的鼻子。 小千金起初,还在我的身下挣扎,尖叫,痛骂,可我这种自损八百,杀敌一万的打法,很快就让他逐渐没了力气。 他昏昏沉沉躺在地上,鼻子已经被我完全撞断了,身体时不时抽搐一下,吐出一大口血。 我喘着气,这才解开了绑住我双脚的布条,但是手上的布条我解不开,我就沾满了小千金的血,这血是他刚呕出来的。 还带了他的胃液,又黏又滑,让我手上的布条变得越来越不牢固。 我忍着恶心扭动手腕,把布条直接扯了下来。 我要吐了,接触小千金身体带给我的感受,和他老爹一样恶心,真不愧是妇女。 我进了厕所,赶紧把自己的手洗干净,搜了搜小千金的随身物品,但是我没找出手机,我只能在心里想着对策。 我的手机已经被抢走了,我没有机会第二次报警,现在我如果出去大喊大叫,确实有可能会引来警察的注意。 可刚才那大妈已经出去叫人了,所以我出去之后,更大的可能是遇上老板娘带人堵我。 我马上关了宿舍的门,考虑刚才老板就是通过备用钥匙进来的,我直接推翻了柜子,用柜子堵住了门。 当我刚用柜子堵住门的时候,这门忽然就被插进钥匙,打开了。 砰的一声,门撞到了柜子,却只能打开一条缝,门缝后面是老板娘争獰的脸。 他使劲推着门,歇斯底里地对我大吼,你把我女儿怎么了,你这些贱人,我要杀了你。 我喘着气,没有理会老板娘,而是打开水龙头,大口大口喝着自来水。 等我缓过进来,我擦擦嘴,老板娘还在砸门。 他大骂,你别以为锁门就有用,我现在就叫人过来,把整个门都拆了。 我知道,老板娘不是在吓唬我,只要她愿意花钱,她一定能找到人来拆门。 我本来以为,只要警察来了,我就可以获得正义的声张。 可我想错了,虽然警察会帮我,但是老板娘他们会千方百计,让我在立案之前就毁了我。 在她的公司里,她可以花钱找人给自己卖命,她可以让人抛弃良心。 这本来就是一场不公平的局面,而我就是那个卑微的人。 这时候,老板娘不砸门了,我听见她在打电话,马上带工具过来,我要你们把门拆了,马上来。 我听着她在外面喊人来帮忙,我脑子也是越来越乱。 我使劲咬着自己的手掌,告诉自己千万不能慌。 我现在是被困在了一个局里,而我最好的办法就是破局,问题是我该怎么破这个局。 就在我想办法的时候,我忽然听见小千金在痛苦地呢喃。 她满脸是血,迷迷糊糊地说,臭打工的,你跑不掉,妈妈,快把她杀了。 我看着小千金,忽然来了想法,这不就是我破局的机会吗? 我走到小千金身边,将她扯了起来,老板娘透过门缝,看见我抓住了小千金。 她激动地说,你想干什么,你把我女儿放下。 我冷笑,还真是双标,你们母女俩能动我,我难道还不能动你们了吗? 老板娘尖叫着说,快放下我女儿,我告诉你,要是我女儿有个三长两短,你倾家荡产也赔不起。 我摇摇头,我没钱,我不赔,大不了赔你一条命。 她先是愣住,然后睁大眼睛,神色变得更激动。 老板娘大马,你的命能和我女儿的比吗? 你就是一个臭打工的,你怎么跟我女儿比? 你这种人,就是死一百遍,一千遍,你也比不上我女儿的一根头发。 我听着她的骂声,就直接当着她的面,拖住小千金的头发,朝着窗户走去。 当我打开窗户往下看了看,外面果然没什么人,估计都被老板娘找理由叫走了。 老板娘对我大吼,你想干什么,你把我女儿放下,你马上把我女儿放下。 我点点头,老板娘,我听你的话,你叫我放下,那我放下就是了。 我双手提着小千金,把她推出窗户外,刹那间,老板娘吓傻了。 她大叫,别放,你敢放手,你就死定了。 我回过头,有些不耐烦地说,让我放手的是你,不让我放手的也是你,我不明白了,你到底想我怎么样? 门缝后面的老板娘咬牙切齿,你真狠啊,先拿我女儿的前途威胁我们,现在又拿我女儿的命来威胁,怎么有你这么道德败坏的人啊,你到底想怎么样? 我冷冷地说,警察呢,让警察过来。 她说,警察已经走了,你也别拿警察吓唬我,我知道你是想要更多钱,这样吧,我一口气给你三十万,你满意了吗? 马上把我女儿放下,我冷冷地看着她,而她着急地说,三十万不少了,你一年工资才几个钱,你现在赚大了,也该适可而止了吧。 我淡淡地说,我不想要钱,但我很疑惑一件事,你刚才可不是这样讲的,你说要弄死我,赔我家里一大笔钱,奇怪了,你连一个死人的工伤费都愿意赔,那可是大几十万,都快百万了,现在怎么才提到三十万? 她激动地说,我厂里有保险啊,你如果死了是保险掏钱,又不是我掏钱,这三十万不一样,是我真金白银掏出来给你的呀。 我恍然大悟,不愧是资本家,我叹了口气,本来我还犹豫呢,现在我不犹豫了。 我当着老板娘的面,松手了,小千金从三楼坠落,正好砸在了一楼的车子上。 玻璃的破碎声,汽车的警报声,还有内烘的落地声。 老板娘呆愣住了,在短暂的呆愣后,她崩溃地大哭一声,我的宝啊。 她顾不得我了,飞快朝着楼下跑去,这就是我要破的局。 老板娘每一刻都在考虑自己的孩子,那我就把所有的麻烦都丢到小千金头上。 为了小千金的前途,她甚至不惜害我,现在小千金命悬一线,我就不信她还能腾出手来对付我。 我听着老板娘的脚步声越来越远,赶紧把柜子给脱开,然后拿为原规,打开门出去。 当我一出来,我庆幸自己带了原规,此时此刻,经理就站在走廊上,他身后站了几个小混混,冷冰冰地看着我。 这几个小混混我知道,也是车间里的,但是和普通工人不一样,他们整天游手好闲,不爱干活,老板却乐意养着他们。 车间是很容易闹出矛盾的地方,每当有什么薪资问题,或者资金紧张要拖欠工人工资,这些人都会混在员工之间,工人们无论是去申请劳动仲裁,还是想跳槽去别的公司,这些小混混都会马上跟老板打报告。 有时候,工人坚持维权,他们就会故意自己找借口,和领头的工人闹出矛盾,把领头工人打到不敢来公司。 虽然他们自己也会进局子,但这些人本来就没什么前途,完全不在乎留下案底,反而从老板手里拿钱,对他们来说就像发横财。 这一次,我就是他们要解决的矛盾。 我说,你刚才一直躲在外面没出声,对吧?只要我信了老板娘的鬼话,在我开门的那一刻,我就完蛋了。 这些人虎视眈眈的看着我,惊里冰冷的说,你现在不还是开门了吗?你这贱人,今天是真不能让你活着了。 我紧握着圆规,摇头说,等一下,你们确定要对我动手吗? 那几个小混混愣了一下,我说,平时你们找矛盾打工人,最多闹个轻微伤。 拘留几天就出来了,如果这次对我动手,你们知道自己要面临的是什么吗? 我相信这些人只是无赖,但不是傻子。 虽然进橘子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,但进监狱和进橘子,根本就不是一回事。 经理听了我的话,忽然冷笑了起来,你只会死于工伤,有什么好怕的? 监控是我们的,工人是我们的,设备都是我们的,说你是工商,你就是工商。 我崩溃道,你非要玩这么绝吗?你有没有想过,我也是人啊? 经理冷笑,是你先玩这么绝的?十万块都不够你车案吗? 反正你也快死了,我和你说实话,别说十万块了,一万块一次我都乐半天,我就看不惯你这么装。 你一个月工资才三千五八,一个穷人,你装什么高贵。 经理的话,给了这几个小混混勇气,他们都纷纷朝我走了过来。 我紧握着拳头,不停给自己打气。 不能退,一旦我退了,我不可能逃得过这些男人,我也不可能打得过这些男人,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破局。 只有打破这个局面,让一切都变得不可控,我才有机会逃出升天。 面对他们的逼劲,我不但没有退,反而直接朝着经理冲了过去。 经理还在冷笑,还以为我要被这几个小混混拿下, 但看见我非但不跑,还主动出击,他脸上的笑容逐渐凝固了。 我举起原规,狠狠捅进了他的眼睛,原规整根刺入,经理痛苦地发出了惨叫,旁边的那几个小混混,全都傻眼了。 我怒吼,狗眼看人低的东西,你这眼睛要是只会看不起穷人,那留着也没用了。 经理倒在地上,他想捂住自己的眼睛,可是又不敢碰到原规。 他只能捂着眼睛,崩溃惨叫,我的眼睛,虽然经理在惨叫,但我的动作没停,我拔出原规,再狠狠刺进了他的另一只眼睛。 我不断拔出来,再刺进去,如此反复,经理已经满脸是血,旁边的那些小混混都看傻眼了。 我抓着带血的原规,对他们怒吼,来呀,现在你们还觉得能用工商糊弄过去吗?你们动手啊,等警察来了,告诉警察这是工商闹出来的,你们觉得警察会不会信? 这些小混混呆呆呆站在旁边,一个个开始后退了。 我怒骂,来呀,不来就滚。 他们终于吓坏了,赶紧扭头就跑,我知道,吓退他们的不是我,而是刑事责任。 我破局了,经理的这个伤,不可能是工商,警察会马上按刑事案件侦查。 我提着原规,在经理身上摸着,终于找到了他的手机,总算可以再次报警了。 我拿起手机,这要打电话,可就在这个时候,我忽然看见老板娘跑了上来,她一边跑一边哭。 表妹你来开车,我止不住哭,我看不清路。 她确实是看不清路,因为她快到我们跟前了,擦去眼泪,才发现经理已经躺在了地上,满地是血。 她呆呆地说,我宁孝,你刚才不是说要弄死我吗? 她急忙往后退,着急地说,等一下,停站,我们停站,我要送孩子去医院,这件事情到此为止。 我提着原规走向她,我问,你说停就停。 她哭着说,我现在没心情和你打了,就当是我错了,我要送小孩去医院啊,不然她会死的。 我冷冷地说,真奇怪,在你的眼里,我可以死,你女儿就不能死吗? 对你来说,是不是只有你女儿是个姑娘,而我就是个贫穷的畜生,就应该认你宰割。 老板娘擦着眼泪后退,已经走到了楼梯口。 她一个踉枪差点摔倒,她哭着说,我真不打了,我要送孩子去医院啊,你到底想怎么解决,只要你开个架,我马上转账。 她正在说着,突然变脸了。 她一把抓住了我的衣领,把我往身后的楼梯推,对我大吼,你去死吧。 我失去了平衡,朝着楼梯下面摔去。 她脸上露出冷笑,紧急时刻,我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,拉着她一起,共同摔下了楼梯。 我们摔下去后,老板娘发出了痛叫,我也是疼得闷哼一声。 我怕尖锐的圆规自重我,情急之下,我把圆规捅进了老板娘的脸,又把自己的头埋进了她的怀里,让她用身体保护着我的头。 我全身都好痛,但是老板娘比我更糟糕。 当我们摔到楼梯底下,我才发现圆规已经把老板娘的脸捅穿了。 她倒在地上,艰难地对我伸出手,说,见货,你害我们全家。 我坐在旁白喘着气,摇了摇头,害你全家的不是我,是你们自己,不是一家人,不进一家门,你们全家没一个好东西。 我拔出圆规,打通了报警电话,老板娘好几次想爬起来,但是她的腿摔断了,她的腿扭曲得很厉害,骨头都露出来了。 她哭着问,你为什么还要报警? 我问,我怎么不能报警? 她说,我腿断了,我女儿快死了,我表妹的眼睛被你捅瞎了,这还不够吗? 我惊讶地说,这当然不够,难道你还想等女儿出院了,让她再不考吗? 她抓着我,还在哭,我女儿,她一辈子,被你毁了。 我瞥了她一眼,直接拔出了圆规,鲜血喷涌,老板娘痛得再次惨叫。 我冷笑着说,教育资源很宝贵,还是不要浪费在你女儿那种人身上了。 老板娘好几次想说话,但最终还是痛得昏了过去。 警察很快就来了,我当然也要被捕,因为小千金是我故意丢下楼的,这没得洗。 让我惊喜的是,小千金没重伤,而是轻伤。 她毁容了,她脸上被玻璃割出一道又大又丑的吧,但这算轻伤。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,认为我的行为都是出于防卫,最终判我缓刑。 我缓刑的那一刻,律师就告诉我,这举吻了。 我小声告诉律师,我想作死一次,律师嘴角抽搐。 他告诉我,作为你的律师,我不建议你作死,但我无权干涉你的行为。 我松了口气说,好,我决定作死。 不只是老板侵犯我的事情,还有老板娘联合经理员工要害我, 还有那些小混混的口供,证明了老板曾在幕后安排他们殴打讨薪工人。 事情变得好玩起来了,老板一家的都是什么罪? 强奸罪,杀人未遂,教唆故意伤害罪,全都是重罪,一家子全员恶人。 老板入狱15年,老板娘入狱10年,经理一只眼睛瞎了,一只眼睛弱势,还要入狱5年。 还有那大妈,被当作帮凶,入狱两年,那几个小混混,也都纷纷喜提刑事责任。 最激动的是,小千金也要被判刑,他满18岁了,他也被当作帮凶。 小千金入狱三年,老板公司破产,全家崩盘。 当他们被判刑的时候,我正作为受害者提供证词,就站在他们的对面。 小千金崩溃大哭,老板娘气得想去扇老板耳光,却被法警摁住了。 我知道,做死的时候到了,我看了看我的律师,他别过头去,就当自己啥也没看见。 我对着小千金大喊,喂,那个去耳朵的刀疤脸,你听我讲几句。 大家都看着我,法官下意识说,你安静,法庭上不要说脏话。 我可没安静,我对着小千金嘎嘎大笑,你看你脸上那丑疤,还有你家都破产了,你都是罪犯了,你还考工,你考个屁的工,我是个臭打工的,你觉得你是啥? 他呆愣住了,我大笑,你连打工都没资格,就你那刀疤脸,别说打工了,等你出狱后,你坐鸡都没人要。 小千金再次哇的一声,哭了起来,法警连忙摁住了我,而我被摁住的同时,对着小千金和经理唱了起来。 两只老虎,两只老虎,逃得快,逃得快,一只没有耳朵,一只没有眼睛,真奇怪,真奇怪。 哎呀,是谁没有眼睛,是谁没有耳朵,原来是你们呀。 我因为藐视法庭,被判拘留24小时。 24小时,换小千金的彻底崩溃,还能当众唱一首《两只老虎》,我可以接受,我只能说,爽了爽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